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首先呢,Create一个Polygon,比如说Cube 这样一个,OK 那么我们怎么添加呢?这边有MeshTool,从MeshTool那边,OK MultiCut 现在我们看一下MeshTool,MultiCut 那么这边出一小刀子,看看,出一小刀子 那么我们只要点一下,点一下,拉下来 那么这时候呢,你如果再回到这边 给这个Tool取消,看,这也加了一条线,看 那么对于这条线来讲,我们可以加Face了,看,Face 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Extrude,MeshTool Edit Mesh,Extract 再回到Face里 Move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Extrude OK OK 那么呢,如果你不加上这一个 你呢,只能Extrude 整个这个面积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MeshTool Create Polygon Sphere 我们同样 MeshTool MultiCut 一点 看 一点 那么你看啊 当你完成这个以后 你如果想从这一点往下点的话 它直接就跑到这边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首先要把前一个给它清掉 MeshTool MultiCut 没有了 然后你把这一点放到这边 然后你再重新 MeshTool MultiCut 再开始你的第二 这样 那么你要想继续往下走的话 你必须要把这个MeshTool MultiCut 没有了 然后你再重新来 MeshTool MultiCut MultiCut 这样 然后MeshTool MultiCut 这样呢你就可以把 你原来的这个物体 给它加上一些 给它加上一些H 一些细节 一些文路 这样 这样你操作起来呢 就比较方便 我们下面呢再看一个例子 那么 那么 那么呢 CTRI 就是在你这个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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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 OK 整个一周 看 整个一周 还是 CTRL 整个一周 OK CTRL 整个一周 CTRL 整个一周 这样 这样呢 这样呢你就比较方便了 这样呢你就比较方便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例子 Create Polygon Fear 还是这样 看 整个一圈 下来 整个一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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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上面这个呢 它上不去 你要一个一个的 一个一个的 就是像刚才那种方法 一个 一个 这样 然后 Mesh Tool MultiCut 这样呢我们就 在你原有的这个物体上 加了一些细节 这个呢是非常有用的 在你这个操作当中 你会经常用到这样一个工具 所以要记住 Mesh Tool MultiCut Mesh Tool MultiCut OK 这就是今天的课程 拜拜